牛鞭火瓜来了 大家好 我是山村师叔 说起让人优惠优惠的美食 牛鞭火瓜绝对是看巴子 既有些黑暗 又让很多人嘴巴不能 今天吃了半月青草的牛猫肚 还是带线的 今天咱们吃牛鞭火瓜 猫肚快开去牛鞭 干脆的牛还冒着热气呢 热气腾腾啊 这味道实在让人有点渗透啊 把水加进去 洗牛鞭汁 仿佛搓入 把鞭汁洗出来 开始挂入鞭汁 这边先把脆的草杂挂出来 加了水 这味道就没有那么充了 这味道就没有那么充了 用西饭炒 再给我加一遍 这次是牛鞭的精华 这次是牛鞭的精华 用西饭炒 再锅最后一遍 用西饭炒 备一遍 要备完蛋 你不备完蛋 这锅最后一遍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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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大片 中文字幕志愿者 这大片的毛肚 算着这肯定过瘾 家养 倒上清水 再给它洗一遍 抹肚皮 下身条 毛肚子 再剪当北方 切点煎片 再切点香米辣 绿辣椒 锅中倒油 多来点 问老板要了些牛油 也下去去炸一下 炸出牛油 炸出来的火锅才香 好嘞 好嘞 下牛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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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火煸炸 大火煸炸 来上点高度白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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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边烫烫出去 再来上点牛蛋汁 牛边火锅菜正足 盐烫火焦粉花椒面调味 好嘞,出锅 来来来,成长的牛表花瓜 师傅,你这有点重口味,下不去嘴 没事,先来来吃吃,尝一下 吃起来挺好 香 嗯,这吃起来有点微发苦,越焦越香 就是的 嗯,还挺攒劲的 没吃过吧? 没有,第一次吃 这吃起来没有牛屎的味啊 就是,人家焦起来还挺香的,越焦越香 嗯,越焦越香 牛边火锅,上毛肚 七三八下 嗯,脆爽 脆爽 脆爽 这磨肚吃到嘴巴的感觉好 酸口的,脆脆的 嗯,脆脆的 嗯 嗯 也没有想象中的那种味道 刚开始还不敢吃啊,不敢下嘴啊 对对,不敢下嘴啊 越吃越面 就是,越焦越香,很脆 这个东西吃的就是个传口啊 这种古怪吃法,不知道是谁研究的 啥有啥吃法,都挺好的 吃起来挺脆的哦 各有各的味道 嗯 嗯 大冬天吃一个,真暖化 七上八下,七上八下 好嘞 好嘞 这大冬天真适合吃的火锅 好嘞 我们吃的热的 嗯 这把人吃的,还吃出汗来来 热的 好嘞 那是说,我们再干一个,干一个干一个 干一个干一个 嗯,太热了,你看热的,我们吃的 嗯 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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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大片 嗯,继续吃 是 我发现这越是古怪的东西,越容易吃上尚一样 嘿嘿,你说对了,就想越焦越香了 嗯 这就叫吃着停不下来吧 嗯,最香最香嘛,这东西 嗯 嗯 哎呦 人脸还大多吗 哼 哎呀,快 每着把他停不下来的,在江东西 再九点米饭 没想到啊 这牛扁火锅吃的这么香 今天真是吃太香了